Hey,我是Roger 這段影片會和大家分享微辣公關災難 24個英文山字 這次公關災難 Public Relations Crisis 牽涉很多不同的網紅 Online Influencers 主角阿貞在和家聰分手 Break up 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選擇了輕生 Commit Suicide 家聰也承認阿貞之前被他搞大了圖 Got Knocked Up 因為他們要在安全期 The Safe Period 裏面 就可以被引 Contraception 但是中學白科書都有教 這個是最差的一個避孕方法 Contraceptive Method 家聰還和阿貞拍拖的時候 就說自己是信奉不分主義 Cellacy 但是之後他開始一段新的感情的時候 Start a new relationship 竟然就向他新的女朋友求婚 Propose 家聰和他新的女朋友這麼幸福 但是阿貞的祭遇就靜定相反了 因為他怕要獨自撫養自己的小朋友 Raise a kid on her own 於是他就決定了墮胎 Abortion 除了感情失意之外 事業上都不太如意 他雖然離開公司 Resigned from the company 但竟然遭受網絡欺凌 Cyber Bullying 更加遭到前同事恥笑 Ridicule 因為他之前是公司的經理人 Manager 在他離開公司之後 依然因為品牌代言 Brand endorsement 而他和一些前同事有利益衝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但是他一再強調自己是清白 Innocence 在他離開公司去到自殺之前 他飽受抑鬱症折磨 Depression 他也經常封閉自己 Close herself off 雖然他身邊的人 都嘗試給他建議 Give suggestions 或者陪伴他 Accompany 但他最後都是選了了結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想知道 如何把剛才的字眼 應用在自己的寫作 或者口語 可以繼續看這段片 例如這一句 Catholic priest A required to be celibate 意思就是天主教教中 他們需要他有不分主義 那墮胎的英文就是abortion 如何應用自己的寫作 如果你說他決定墮胎 你可以這樣說 She decided to have an abortion 如果你想說 從一間公司辭職 你可以怎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She resigned from government last week 就是從政府那裡辭職 抑鬱 除了有正常抑鬱之外 也有一個字叫產後抑鬱 那產後抑鬱的英文可以怎樣說 就是postnatal depression 譬如這個phrase Women who suffer from postnatal depression 就是想說那些遭受產後抑鬱的女人 除了說情緒的抑鬱之外 有時候說衰退 譬如經濟衰退 我們都會用depression這個字 譬如economic depression 就會說經濟衰退 這個意思 如果你想說經濟衰退帶來很嚴重的影響 你可以說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economic depression 通常對於抑鬱症的病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陪伴 陪伴英文就是剛才說過 accompany we should accompany our friends 代表我們應該要陪伴我們的朋友 以前我們讀通識 有個phrase叫做名人效應 名人效應 英文是什麼呢 就是celebrity endorsement 剛才說過清白的英文就是innocence 如果我們想說法庭判了清白 我可以說the court found him innocent 就是法庭判了清白 剛才說過嘲笑的英文就是ridicule 如果我想說他成為了些人嘲笑的對象 可以怎樣說呢 我可以說he had become an object of ridicule 有時候呢 從生活時事裡面 我們本身已經知道的知識 來去做些英文呢 是會更加有效的 建議大家呢 好奇心可以大一點點 就是多點問自己 究竟這個新聞裡面的英文翻譯是什麼呢 那大家英文的詞會量呢 就會慢慢提升啦 我想大家在youtube或者不同平台 都會keep住看到微辣的新聞 我們當然要祝福死者家人平安 但同一時間我們都可以想一想 一些關鍵字究竟英文是什麼 來近呢 都會和大家分享多點日常生活 或者新聞上的英文 或者一些考試的策略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後下次見